好 接下来看到曹仲植基金会 从1977年成立之后 以爱心关怀服务人群为宗旨 积极参与社会服务 与从事各项的共益活动 5号上午特地来到花莲 捐赠行动辅具给三间的照护中心 希望让行动不变的长者 能够重拾自信 曹仲植基金会在各项社会服务中 尤其注重轮移残住 从民国58年创办人发愿之后 至今推动轮椅入残的行善活动 已强达51年之久 5号上午在现议员张怀文 村长张玉胜的陪同下 特地来到花莲捐赠130辆的行动辅具 给三间照护中心 希望为行动不变者能找回自信 这次捐赠是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 是在送轮椅帮助那些残障需要的人 那我们的理念是用于 局域社会用于社会 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平安 很健康 尤其是残障人士 或慢性病患 他们失去了 因为他们行动不方便 而失去了自主的行动 那有个轮椅可以帮助他们 增加他们自主的行动的能力 使他们在生活上面也所改善 县议员张怀文表示非常感谢 曹仲值基金会捐赠辅具的意举 让许多年长者能够在行动辅具的帮助之下 走出户外 让身心灵都能够更加健康 与我们曹博士亲自力领到我们寿风乡及风养护所 针对这个虎具的捐赠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有些比较弱势 还是有需求的这些详情 真的感谢他们的爱心 能够在我们整个花莲县 一共捐赠了130台的轮椅 可以充分让我们需要者都能够使用 基金会董事长曹国贤表示 捐赠轮椅给残疾者及失能者 倡导创办人所创的自助人柱 相对捐赠的行善模式 截至今年已捐赠了近68万辆的轮椅 改善身上人士及家人的生活 希望他们可以自由地走出家门 帮助他们重拾自信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